时间过得好快啊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 现在超市到处都是领凉满目的月饼 在外面买的月饼总是担心不卫生 添加器还多 事儿对身体不好 所以月饼还是自己做的 吃着才放心 那我今天呢就分享一个男人月饼的做法 不用烤箱 不用转换糖浆 用开水一烫 做出来的月饼软糯拉丝 超好吃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先来做馅料 准备四个鸡蛋 包到倒入大碗中 加入200毫升纯牛奶 加入80克白糖 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发一些 用蛋抽搅拌均匀 搅拌至白糖融化 搅匀后 再加入20克奶粉 这50克小麦淀粉 也就是豆粉 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 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 搅拌至淀粉融化 这里需要多搅拌一会儿 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 无颗粒状的面糊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着准备一个漏勺 把面糊过滤一下 这样会更加的细腻 过滤好以后 用蛋抽搅拌一下 然后再倒入不沾菇中 加入50克黄油 没有黄油的 可以加玉米油 开小火慢熬 煮的过程中 要用铲子不停地搅拌 防止糊锅底了 这里一定要开小火 火太大了 容易糊锅底 随着温度的升高 面糊会变得越来越粘稠 再继续用铲子搅拌 最后搅拌成这样 可以抱团 不粘锅 一步粘锅铲就可以了 再把它盛出来 放入大碗中 像这样我们的奶黄线 就做好了 盖上保鲜膜 放一旁 晾凉备用 现在我们再来做饼皮 碗中倒入100克月瓣粉 也就是冰皮月饼粉 在网上是可以买到的 也可以去超市买 先放一旁备用 接着在锅中 放入几朵碟豆花 加入100毫升清水 开大火烧开 用铲子搅拌一下 把碟豆花的颜色煮出来 烧开后 变成这种蓝色就可以 再用六勺 把碟豆花捞出来 捞干净以后关火 再把这个汤汁倒入玉拌粉的碗中 大约倒入50毫升左右就可以 然后用刮刀翻拌均匀 翻拌至没有干粉颗粒 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 给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如果太干可以再加一点开水 如果觉得太稀 可以再加一点玉拌粉 就揉成这样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 再把它取出来 再像饰品中这样给它拉扯两分钟 这样吃起来软糯拉丝会更好吃 两分钟后再把面团揉圆 就要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了 像这样我们的蓝色面团就做好了 再准备一张保鲜膜 把面团放到保鲜膜上 用保鲜膜把面团包起来 防止风干了 然后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着再准备200克玉拌粉 倒入大碗中 再倒入100毫升的开水 就用刮刀翻拌均匀 拌匀后再下手揉成面团 同样如果觉得太干可以加开水 如果太稀就加玉拌粉 揉圆后取出来 直接放到案板上 案板最好提前 刷上一层食用油防止粘连 然后把面团平均分成两份 先取一半的面团 另外一半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放上一勺紫薯粉 给它揉匀 把紫薯粉完全揉入面团里 揉匀后 再像视频中这样给它拉扯两分钟 这样可以增加口感 最后把面团揉光滑 同样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 像这样我们的紫色面团就做好了 再用保鲜膜包起来放一旁备用 接着再把白色的面团揉一下 同样是像视频中这样拉扯两分钟 最后再给它揉匀揉光滑 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 再用保鲜膜包起来放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的奶黄线已经放凉了 再揪一小把奶黄线 大约是30克左右 用手捏一捏 再给它搓成小圆球 和鸡蛋黄样大小的小圆球就可以 再放入盘中 依旧同样的方法把它揉远 给它放入盘中 全部揉好后盖上保鲜膜 放一旁备用 接着在面板上铺上一张保鲜膜 把面团取出来 放到保鲜膜上 直接给它搓成长条 也不用搓得太细了 像这样的长条就可以 三种颜色的面团 都搓成一样粗细的长条 然后再整齐的排放在一起 然后抓住两头 左右手向反方向拧两圈 这样颜色分布均匀一些 然后再稍微整理一下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小面积 每个面积约20克左右 切好之后取一个面积 用手轻轻按饼 给它按成小饼的形状 像这样一个薄薄的饼皮就可以 再放上刚做好的奶黄馅 转动虎口向上 把封口处收拢 封口处一定要捏紧实了 防止漏馅 包好后再用手给它搓圆 像这样子就可以 接着准备一个盘子 倒入少许的小麦淀粉 把包好的面团放到淀粉的盘中 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淀粉 然后取出来 用手拍掉度余的淀粉 接着准备一个50克的月饼模具 在里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防止粘连 然后再把面团放入模具中 再放到面板上用力一压 再把模具取出来 像这样一个月饼就做好了 再放入盘中 一次用同样的方法把剩下的面团都做完 全部做好后 盖上保鲜膜放冰箱冷藏两个小时 这样口感更佳 两小时后取出来看看 像这样我们的彩色月饼就做好了 颜值高 口感好 吃起来软弱香甜 又拉丝 不用烤箱 不用蒸 开水烫一下就可以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吃着也放心 中秋节月饼就不用卖了 学会这样做 孩子超喜欢吃 做法真的是没有任何难度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